7月30日 吴振宇现身奥海城 出席主演电影《逆流大叔》的首映里 太太王丽萍和儿子费曼也特意到场支持 该电影之前在纽约首映反应良好 吴振宇坦言算是已有了一个口碑在 但他还是很紧张香港观众的反应 因为之前口碑已经出来了 所以就这个 我蛮紧张去看一下 是不是那个口碑是不是水军来的 众所周知 华龙舟是单边运动 对长期训练有素的职业运动员而言还好 但对演员来说 却是一个十分耗体力的运动 这部电影是讲那个龙舟的故事 其实那个龙舟 其实很简单 你花一两个小时也没什么 但是你单边操作的运动 你懂吗 一天就拍十来个小时 对身体 这个运动没事 但拍这个运动对我们演员的身体伤害很大 问到正值暑假 可有计划带儿子去游玩 郑宇哥透露后天会跟家人一起去新加坡 至于怎么玩就暂时还没有确定 但是我觉得暑假应该让这个小孩子发育的健康 让他休息多一点比较好一点 玩 我没想过带他去玩什么 吃吧 飞凡娱乐香港报道